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间排起长龙 一场大雨打乱了众人的节奏 原本定于早上十点进行的口罩派发活动 提早近半个小时就开始了 今天前来领取口罩的人士 主要是清洁工人 回收工人和拾荒者 大家一早收到风 协家带口来排队 希望领到救命口罩 我们打算找网上预约的 但因为公公婆婆可能都未必会上网 林山就很细心 不如我们用电话预约 人手资源就不太够 听电话的仪工得三四位 比较吃力 但今天临时召集了 都有十位八位 有些有心的朋友 义母仔来帮忙维持秩序 还有派发口罩 香港环保从业园总会会长刘耀诚 是此次口罩拍发活动的主指挥 早在一月中旬 他及朋友便通过多方渠道 从东南亚各国勾进口罩 希望能为基层的工作者拍发 全港各区工商联会会长卢锦青 也关注到了基层的群体 全港各区工商联会 包括十九个成员会和两个直属会 疫情爆发之初 他们便开始行动 老人院 基层社区 清洁工团体等 都没落下 1月23日 香港公布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口罩 消毒水等防疫用品便遭到哄抢 一时间香港一照难求 卖口罩的店铺门前经常大排长龙 有人派口罩 有人直接从源头出发 自行生产口罩 这个就是我们工厂 我们二楼借了五千尺 就是给公联会去搞口罩厂的 这里就是口罩厂的办公室 右边这里就是更衣室 所有人进工场都要换衣服的 口罩厂就分两期 第一期就是手动线 因为要快 第二期就是自动线在里面 位于大部永富容器集团内的这个口罩生产基地 由多方合作而成 永富容器集团负责提供场地和后勤保障 香港工会联合会则进行厂房改造和口罩生产 在第一例新冠肺炎个案确诊后不到一个月 这个口罩厂便正式投产 产出的口罩全部免费派发给香港市民 这一个打开 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触控瓶嘛 然后这个选完以后涉及温度 温度是什么 里面有大肠杆菌 里面有各种疾病 你在里面选就完了 疫情爆发之初 市面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方法 均为病毒核酸检测 多数情况下需在医院取样后 到专专业的聚合煤铃势反应实验室进行检测 平均检测时间为120分钟 香港科技大学检测醫研究团队负责人温维嘉 于是带领团队进行研制 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因为冠状病毒的那个图谱是在1月20号公布的 公布完了以后马上我们就来设计试剂盒 大概在几天之内我们把试剂盒设计完了 这个快 另外一个它可以在基层医院用 这是最大的好处 与此同时 来自香港不同高校的研究团队 又陆续研制出可重复使用的医护面罩 智能发烧检测系统 含有已弱化病毒的吸入式减活疫苗等 他们是抗疫之路上最好的知能团 疫情之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企业停工学校停课各行各业几近停摆 但索性也没有人袖手旁观 有的人出钱有的人出力 而更多的人用自觉和遵守 默默为抗疫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分礼 这场战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奋不顾身 而是一群人的默默情形 去年轻松弱的藥 去年轻松弱的政策 是明有数据的 育指去年轻松弱的